糯米鸡,一道在茶楼常见和广秀幻音的点心 今天我们将分享糯米鸡的做法 让你在家里也能自己动手制作这道美食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糯米鸡 所需的材料有 糯米,300克 这个是已经浸泡了3个小时的糯米 鸡腿,两个,去骨鸡腿,以及去皮 香菇10朵,也是已经浸泡了大概1个小时 我们也需要腊肠一根 红葱头4个,以及姜片大概是4-5片 接下来我们看怎样处理这个鸡肉 鸡肉我们把这些多余的脂肪去掉 然后切成大块 全部的鸡腿肉切好了以后 我们现在来进行腌制 调味方面有 蚝油1汤匙 酱青1汤匙 麻油半茶匙 糖1茶匙 黑酱油半茶匙 胡椒粉少许 最后玉米淀粉1茶匙 给它盖上保鲜纸 放在冰箱冷藏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 我们来看怎样处理其他的材料 把红葱切片 然后放在一旁备用 腊肠我们将它切片 去除肠衣之后切片 也是一样放在一旁备用 锅热了 我们先把这个腊肠 放进来编一编 炒出香味 腊肠本身因为已经有油脂了 所以不需要放油 大概一两分钟后 就可以把腊肠取出 放在一旁备用 我们也把这个香菇稍微爆香一下 锅热了 我们再里头加上大概是一汤匙的食用油 放入一半的葱头水 当葱头开始变金黄色了 我们把糯米加进来 糯米的调味料方面 我们会放一汤匙酱青 一汤匙蚝油 麻油半汤匙 黑酱油半茶匙 胡椒粉少许 鸡精粉半茶匙 糖一茶匙 我们给它翻炒均匀 调味料翻炒均匀了以后 我们加入清水 大概是200ml 给它煮到它的水收干 当糯米已经变得粘稠了 我们可以先把它盛上来备用 糯米全部盛上来 放在一旁 给它稍微放冷 待会儿我们会再铺上那个鸡肉跟腊肠香菇 锅热了 我们放入大约是一汤匙的食用油 先爆香姜片 然后加入葱头碎 炒到姜片及葱头都已经变金黄色了 我们可以加入刚才腌制好的鸡腿肉 然后给它翻炒 我们加入100毫升的清水 把这个鸡肉稍微焖熟 鸡肉焖了大概5分钟 我们打开锅盖 给它的汁稍微收干一下 然后我们取出来 放在盘中备用 在模具当中 我们加入刚才炒好的香菇 腊肠 鸡肉 放上一些刚才炒鸡肉的汁 然后添入糯米饭 然后添入糯米饭 把它压紧 然后盖上盖子 水开了 我们把糯米鸡放在蒸锅里面 然后蒸上40分钟 用大火 OK 40分钟后 我们再见 一个香喷喷又可口的糯米鸡完成啦 今天就试试这个食谱吧 我们到此之后 将会成功的 糯米饭 如果喜欢这影片 请按赞按钮 然后订阅我们下频道 如果喜欢更新香菇 就订阅我们下频道 记得更新香菇 我们下频道 保留在每次下频道 记得更新香菇 我们下频道 在这个影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